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陆军呢 近日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专访 谈到他本人以及他领导的女权活动团体一人屏 受到中国当局整治的问题 我们现在呢就连线陆军先生 请他谈谈中国政府最近打压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种种措施 陆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您今天呢接受了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据报道说呢 您目前是中国政府最想抓捕的活动人士之一 那么请问陆军先生 您的哪些行动触犯了中国政府 我想我所做的这些政策倡导 还有威胁行动呢 主要都是在反歧视层面的工作 过去这些年呢 我们还有就是我本人还有我所在的机构 被经济人民中心呢成功的 在乙肝歧视残障歧视和性别歧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并且呢成功的推动了一些政策的变化和法律的完善 改善了非常多的弱势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可以说在中国来讲 它必然的就是会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开战工作 并且呢对政府来说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互补 而且呢也必须是要有所监督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也发现最近一两年 那么这种独立的对于政府持监督立场的 个人或者团体越来越不被政府所宽容 好的那您本人以及您所领导的这个北京这个人权团体 叫一人屏中心呢显然不是中国政府打压的这个唯一的一个目标 据报道许多这个人权团体呢现在呢处境都很困难 那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打压人权团体的这个情况 一般的这个情况 另外呢一人屏中心目前在北京的处境 好的那可以说在过去十年里面 就是说在胡温年代啊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打压的目标呢 就是政治意义的人士 人权律师 访民的领袖 当然还有法轮功团体 最近一两年呢可以说这个打压的目标就进一步的扩大 也扩大到了对NGO比如说对于NGO的打压虽然说从来都有 但是呢很少用这种抓人的方式或者说是查抄办公室的方式来进行打压 但是这两年呢却越来越频繁的出现这种现象 另外呢就是对于人权律师的打压这个规模也急剧的扩大 比如说从7月份以来有一百多名律师被国报警察骚扰 其中呢有十几位现在是已经身陷淋雨 而且呢这个抓人的情况一直到上周还在继续 好的 所以对整体上来看民间独立的声音啊空间是越来越小 好那么据报道呢 您以及一人屏中心呢接受外国资金的这个问题呢 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严重关切 可能也是因为您以及一人屏中心呢 受到打压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陆军先生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比如说你们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什么 主要接受哪方面的资助 陆军先生 好的 中国国内的NGO呢接收国际的资金 我想只有两个大的背景 第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 在社会各个层面推动对外的合作和交流 第二层面呢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本土的公益事业 发展的非常不完善 非常不成熟 所以呢在公益机构来说 在中国国内筹款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一些工作比较突出的 就是成效比较突出的机构呢 那么开展国际合作 国际交流的机会呢就非常多 甚至于呢 主要的项目合作和主要的资金来源 都是来自于国际机构 这种现象呢其实是有来已久 尤其是在国内筹款的份额相当低的情况下 那么就显得国际筹款的比例非常高 但是呢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筹款 份额太低了 因为尤其是像郭美美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公众捐款的意愿呢就进一步降低 就是那个红十字会的败丑闻啊 对这个丑闻发生之后 公众捐款意愿更进一步降低 那么这种对外开放这种国际合作交流 不仅仅是对于NGO 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是有帮助的 而且呢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平衡发展 良性的发展 对于弱势群体 他们权益的维护和提高 都是大有帮助的 但是呢现在看起来 从2014年开始 这种情况呢也是成为了一种非常政治敏感的 这样的一个被作为一种政治敏感的进行对待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陆军呢 在纽约接受我们的采访